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威晋南北朝时期 这三种美术形式集中体现于佛教时空艺术中 十六国以来 连绵不断的战争 是广大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从东汉时传入中国的佛教 在此时得到了广泛传播 佛教宣扬的生死轮回 西方极乐世界 因果报应 天堂地狱 这些说法 对人们有极大的吸引力 加之统治者的大力提倡 修庙开窟之风非常兴盛 雕汇佛像成为信徒的功德行为 而风行一时 许多著名的画家都参与了 寺庙壁画的创作 其水平代表了当时绘画的新高度 从保留至今的一些石窟壁画 我们可以了解当时宗教绘画的一些情况 如果说南朝绘画是以木结构的寺院为创作中心 那么北朝的画家则是以石窟佛寺为活动场所 因为木制不如实质 异于保存 故至今传世的北朝绘画 远远多于南朝 集中在当时少数民族政权开凿的 甘肃新疆等石窟中 其中 甘肃东黄墨高窟最引人注目 此外还有新疆的科兹尔石窟 甘肃天水的麦基山石窟 河南洛阳的农门石窟 山西大同的云岗石窟等 下面我们就分别走进这些石窟 去看一看那里的雕塑和壁画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东黄墨高窟 甘肃东黄是连接东西方交通的 要道和枢纽 西汉史以色利郡 较早受到西域文化的影响 还有中原世人来此避难 由此带来了中原文化 成为了中西文化的交汇之处 此处也唯一处绿洲 是西北重镇和佛教圣地 公元366年 东黄来了一位云游的乐宗和尚 他在东黄城南 偶然望见远处的三威山上 泛起了万丈佛光 现在也有人认为是海市圣楼 深受触动 决定在明沙山上开凿一座佛窟 最终他相中了附近的一处河谷 于是就在此开凿了石窟 拉开了墨高窟修建的序幕 后来又有法良产师在其枯策继续建造 从此之后经历了隋唐 五代宋西夏 元陆续都有开凿 前后持续了一千余年 墨高窟南区县丛洞窟492个 北区洞窟248个 彩塑2000余深 壁画45000余平方米 被称为世界石窟艺术的瑰宝 1900年 现编号十七窟的藏金洞的发现 为人们打开了解公元五到十一世纪 古代社会的历史宗教艺术 以及东西方文化的交流的宝库 但由于西方考古探写家的疯狂掠夺 使大部分珍品流失海外 解放后 国家投入了大量的人力财力 开始研究墨高窟 从而形成了一门国际显学 东狂学 广义上讲 东黄石窟包括墨高窟 西千佛洞 东千佛洞 安西榆林窟 以及宿北五个庙石窟 狭义上我们讲的就是墨高窟 在学习东黄石窟之前 我们先大致了解一下石窟的营建工序 第一步 按设计意图挖凿出石窟的雏形 第二步 用伴有草泥或者其他纤维物质的黏土将壁面抹平并打磨光滑 紧贴岩壁的底层土要粗糙一些 之后在上面附上较细的图质并加以磨光以便绘画 第三步 在勘类制作彩塑 并在墙壁上设计绘制壁画 因东黄所在的沙岩无法进行雕刻 所以洞窟内佛像均为泥塑加彩绘而形成的彩塑 墨高窟的佛教艺术主要体现在壁画和雕塑上 东黄壁画按照主题内容 我们把它分为七类 第一 宗像画 第二 佛经故事画 第三 经变画 第四 中国传统神仙 第五 佛教史记画 第六 供养人画像 第七 装饰图案画等 彩塑包括了佛像 弟子像 菩萨像 天王 力士等等 下面呢 我们将先取北朝不同时期的代表性洞窟 来了解一下墨高窟的佛教艺术发展状况 北朝时期是墨高窟营建的第一个阶段 根据考古学分期 主要分为四期 第一期十六国的北梁时期 从公元401年到439年 第二个时期是北魏时期 是从公元439到534年 第三个时期是西魏时期 从公元535到公元556年 第四个时期 北周时期 从公元557年到公元581年 北梁时期的代表性洞窟有第268窟 272窟和275窟 以第275窟为例 窟平面呢为纵长方形 撸顶窟 正壁为交角座的菩萨大型塑像 南北两侧壁上部各开两个雀形龛和一个树形圆龛龛 勘类封别宿交角菩萨和思维菩萨 第275窟主像和两侧上部的佛刊中 均为弥勒菩萨 主像头戴华佛观 坦胸漏臂 像是英诺 腰疏阳长裙 交角座与双十座上 这宗彩素高达3.34米 是北朝时期 东黄石窟中最高的塑像 塑像面相丰满 鼻梁高龙 体魄强健 比例适度 神态自然 天境超俗 从北梁塑像来看 佛和菩萨像的制作技法已经比较成熟 身体 衣饰和身后的靠背部都具有立体感和层次感 不论是身体比例 衣文的表现 还是人物表情的刻画 都达到了较高的水平 北梁时期的壁画呢 包括了本身和佛传故事画 都集中在第275窟 南壁的中部呢 画了佛传故事 太子出游四门 看到了世间生老病死 决心出家修道 这些情节 北壁呢 画出五谱本身故事 分别为 毗能杰力王本身 前沈尼婆力王本身 师匹王本身 月光王本身和快木王本身 本身故事呢 为单幅构成 一个画面表现一个故事 师匹王本身 重点表现故事高潮中 有代表性的一个或两个场面 画面描绘了师匹王 为了从阴嘴里 救下一只鸽子 宁愿割自己身上的肉 来为阴的情节 师匹王端坐 双目下垂 安详正经的被人 割着左腿上的肉 周围配以各种表情的 弟子和娟属 菩萨在天上飞舞 鲜花在空中飘散 像音乐和声般的 衬托着庄严的主题 北梁壁画中人物的描绘 采用西域式的表现手法 人物结构 面部造型等与克兹尔壁画 一脉相成 佛菩萨等佛教造像 采取了西域式的画法 而供养人采取的则是 中国传统的人物化画法 用线描勾勒 色彩单一 甚至布肤彩 反映了本土艺术的某些特征 北魏时期的代表洞窟呢 是257窟 位于九层楼一北的石窟群军段 窟形为印度支堤窟和中国汉式建筑 相结合的形制 前部呢为人字批顶 后部为平旗顶 有中心塔柱 塔柱的东下面呢 开了一个大堪 类塑弥勒以作说法像 外塑二天王像 南北下面呢 均开了一确行堪 类塑菩萨像 下南面开双树堪 北面开圆圈堪 均塑有禅定佛像 西下面上下开圆圈堪 类塑禅定佛像 祖宗佛为乙坐式 身着偏袒右肩的袈裟 袈裟 袈裟以天宁桥的形式 表现出富有装饰性的衣纹 身体饱满圆润 富有立体感 在库顶的人字批船间 会有莲花供养菩萨 后平旗顶会有莲花童子 飞天 忍冬图案 窟类塑壁的绘画呢 分为三段 上面为天宫祭月 中间是千佛和佛经故事 下部呢会要叉 南壁中段前部会 卢史拉佛像 后部会杀米首戒自杀原品 西壁中段前部会有 九色路本身和虚摩体女 因缘故事 北壁的中段前部会有 说法图 后部续画虚摩体女因缘 本身故事是讲述 释迦牟尼前世或者若干世之前行善的种种事迹 佛教认为呢 像释迦牟尼这样的圣人 在修佛成道之前 经过了无数次的累世修行 无私奉献 历经磨难 最后才修行成佛 因缘故事呢是讲释迦牟尼 度化众生的故事 本身故事化在墨高窟北朝时期比较流行 其中九色路本身是一个家喻户晓的故事 大家小时候爱看的动画片 九色路就是改编子这个故事 九色路本身故事源于印度的民间故事 后被佛教加以利用 故事讲述的是古代有一个美丽的九色路王 他在江边游戏时 救下了一位不生落水的人调答 被救的人叩头败谢 路王不图报答 只要求溺水人不要向外人泄露他的行踪 贪心的往后梦见了美丽的九色路 他醒来后向国王要求 要用路皮做衣服 并说如果得不到 他就因之而死 于是国王悬赏求路 溺水人贪图得利而告密 并带领军队来捕捉路王 九色路向国王承述了事情的原味 国王深受感动 放弃了捕捉路的计划 下令九色路可以在全国自由地行走 任何人不能伤害他 溺水人得到了全身生恶疮而死的报应 王后也心碎而死 壁画采用了从两头开始 中间结束的横卷式构图 将人物故事分为八个画面 分别为 第一 溺水人落水 二 九色路救起溺人调达 三 调达跪地谢恩 四 王后说梦 五 调达告密 六 国王率军捕路 七 乌鸦叫醒九色路 八 九色路向国王控诉调达 画家别出心裁地把九色路向国王 乘述的故事高潮呢 放在了整幅画的中心 展现在观众的视觉中心 两边的情节向中央汇集 手法简洁而新颖 在人物形象的刻画方面呢 画家有意去表现人物的神情和内心的活动 尤其是路的神情姿态在整幅画中十分突出 路被刻画成一个富有人格化的神态 正理直气壮地向国王诉说事情的原味 充分表现了九色路正气凛然的气概 画中对九色路的造型 不但注意了这支路特有的形体动态的选择和表现 也强调了他那逆人化的性格表达 使他那惊慌善良倔强 都在相应的场景和画面位置上得到了较好的表现 另一个情节呢 是逆人向国王高密使 王后侧身依偎在国王的身旁 他撒娇地把右臂搭在了国王的肩上 右手手指微微翘起 正轻轻地扣打国王的肩膀 左臂自然地垂放在腿上 眼睛注视着国王 长裙下露出的光脚似乎也在不停地晃动 生动地表现了王后撒娇的神态 以及他想得到鹿皮的急切心情 画面中用特定的姿态细节 来刻画王后的妖娆和妩媚 整幅壁画中的人物评列 山水树石做装饰 人大于山 房屋无前壁 可以窥见史类的布景 用色浓厚浑厚 甚至有白马绿人的出现 这幅壁画是国内外现从九色录本身的故事中 内容最丰富 保存最完整的衣服 此窟类三幅故事画 故事情节感人 人物造型生动 情节有起伏高潮 在构图上继承了 派画像式的横圈式构图 并有山水树木车马和房屋作为衬托 紧凑而有装饰性 同时也为我们提供了古代建筑 故事民俗等形象的资料 关于墨高窟十六国北朝的艺术 我们就讲到这里 下节课呢 我们继续来讲墨高窟西魏和北周的佛教艺术